而另外我们带你来关心的就是在屏东县恒春车城方山的雨量呢 其实也看到了是下得很大 而在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急诊室内外 其实也都出现严重的积水情形 我们联系给记者张欣怡 过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屏东恒春半岛这边 这一带都是风墙宇宙的状况 而且雨还越下越大 其中最夸张的就是在恒春基督教医院这边 可以看到一整排的道路都是汪凉一片 更夸张的是可以看到车子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只剩下车顶漏了出来 整个车道是完全都变成了小河 而更夸张的就可以看到了 在基督教医院的急诊室里面也全部的淹水了 水深是有三四三四十公分这么深 而且可以看到医院人员是赶紧的来撤离器材 而且可以看到里面是已经没有病患在里面了 积水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黄澄澄的水就这样直接灌进了急诊室里面 让人措手不及 幸好病患是都已经紧急的撤离了 现在而且是在现在屏东恒春半岛这边 雨还是持续的一直下 可以看到医院人员是赶紧的来撤离 希望不要造成更大的灾害 以上现场这一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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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